那么其实呢在今天早上花莲发生规模7.2的强震 像是很多观众朋友也在留言区说今天真的非常有感觉 所以今天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前中央气象局地震 侧报中心的主任郭凯文到现场帮我们进行分析 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那个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主任我们想要请教 因为今天在花莲发生这个地震 那其实它的震央呢是在花莲的外海 但是我们就要说在双北啊新竹啊 这里地方其实都非常有感觉 甚至震度也有达到五弱 那您其实也有讲到说 这一次这个地震的威力相较于32颗原子弹的威力 为什么这个震央明明在花莲外海 但像是双北北部地区感受这么明显呢 好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那个菲律宾海板块 它是向那个北就引没到那个 那个欧亚大陆板块底下 那我们台北市 还有那个就是双北 台北盆地就是正好是在那个 引没带的那个上方 所以那个它地震 它又是发生在那个菲律宾海板块里面 所以它那个地震波沿着这个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海板块是比较致密 比较硬的那个石头 地震波跑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它就等于搭高铁 一下子就冲到比较深的地方 所以就是北边的话的震度 像台北那些都比较大 那当然台北还有一个台北盆地 还有一个盆地放大的那个效应 那但是就是跟那个台东跟南部来比的话 北部的那个就是在正央以北的部分的那个震度 很明显的要比那个 就是正央以南的部分要来的那个 要明显的多 是就像这个主任讲的 其实可能跟台北地形也是有一些关系 像是很多观众朋友也觉得说 在台北这个晃动的幅度真的感觉还蛮大的 其实也跟高楼可能楼层也都有关系 那么其实这一次这个花莲7.2的强 真的就像主任刚刚讲的是 菲律宾海板块引摸到欧亚大陆海板块里面所造成的 那有专家就推测说 是不是有可能跟这个纵谷断层有关 讲到纵谷断层可能会想到这个2022年918大地震 那想要请教主任你怎么看 是有关的吗 有可能再引发更大的地震吗 我觉得现在有两派 学者有两派的那个说法 一派是比较担心引发那个 琉球海购的那个 就是的那个地震 那我是比较支持说 这个因为它跟那个 就是琉球海购的位置比较近 然后那个1920的时候 琉球海购曾经有规模8.0的那个地震 我是比较支持这一派的 那有关于纵谷 就是说台中那个纵谷 就是中央山脉断层的那些地震 我是认为说是倒过来看 我认为说这一起地震 是被那个中央山脉的那一些地震 所那个引发的 因为日本现在有对那个东日本大地震 之后13年它有最新的研究 它认为就是在海沟的两侧 它释放的能量必须是差不多的 那这个有世界上有很多证据 有千岛 群岛 有那个就是比较北边一点 那个岩手线那边 有那个山路地震 有明治山路地震跟昭和山路地震 就是那中间隔了37年 那另外那大海啸 迅他海沟的海沟内侧跟那个 海沟外侧外隆起地震 一个是9.1 一个是8.8 其实能量释放都要差不多 那我们台湾另外一个板块边界 就是台东重谷 那台东重谷最近 它的中央山脉这一侧 那个地震很多都是6以上的 就在秀林 万荣 还有那个什么池上 观山 就陆陆续续发生很多6.7的地震 那我把这些地震加起来 那反而你看那个 就是他们两个的交界 就是台东重谷 另外一侧 海岸山脉这一侧的 地震反而很少 所以现在这个7.2的 释放32克原子弹 就是跟过去的大概 刚好是维持一个平衡 所以就是沿着台东重谷这条 这两个板块的交界的 东侧跟西侧 它能量是必须 也是要维持一个平衡的 是 所以其实依照主任意思 可能就是说 这感觉很像是一个天平 这边比较多的话 这边也要可能能量释放 也要相等的话 这个才是维持一个 所谓的平衡的概念 对对对 那我们想要请继续请教主任 因为其实也有专家认为说 过去其实去年台日 就有专家有示警说 在这个琉球影末带 可能会发生规模8的地震 那就像主任您刚刚讲到的 1920年这个花莲外海这里 有曾经发生规模8的地震 这个琉球影末带的周期 大约是多久 那是不是有表示说 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规模8的地震 对 因为上一次是1920 到现在已经104年了 因为我们要算周期的话 第一个假如说有周期 也许根本就没有周期 如果说有周期的话 你有1920的一个点还是不够 那你上一次 上一次是哪一年 就是说以前那时候地震仪也没有那么 就是说那么发达 但没有科学的仪器观测 所以你那个周期说100年是抓不准的 不一定是那个100年 那也许会长一点也许短一点 所以但是这种影末带的地震 是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说海沟型的地震 因为它是一个开口型的地震 它那个在影末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欧阳大陆板块 同时一直往下带 那带到某一个深度的时候 它受不了就会弹上来 那弹上来的时候 就会发生很大的那个地震 所以日本他们说 像千岛海沟 日本海沟 还有南海海潮的那个海沟 他们那个也都是有周期 但是南海的最近快要到了 南海海潮那边的那个地震 大概是90年到150年 那上一次是1944到1946 所以日本把这三个大灾害 是从小学就开始交了 就是直下行 首都东京直下行地震 富士山爆发跟南海海潮大地震 这是日本他们列为三大灾害 就一直在警示 但是他们南海海潮地震的时候 有顺便提到说 那个南海海潮再过来 就是沿着琉球海沟 一直到那个云纳国岛那边 也有可能发生8.0的地震 他们有同时都有顺便提到这里 然后就是要那个南西柱岛 一直到那个就是云纳国岛 宫古岛 这些琉球圈岛这些民众都要小心 是 所以其实看起来这个地震 像日本 台湾他们都是 我们都是非常的关注就对 因为其实造成的影响都是非常大 因为其实像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在嘉义也有出现 瑞士规模4.8的地震 所以我们想要请教主任 这个在今天凌晨在嘉义的这个地震 跟早上7.58分在花莉的这个地震 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吗 没有关联 因为那个我们西部的地震 多半就是活动断层造成的 那那个我们西部的活动断层 现在地质调要所划 也有大概二三四条吧 那就是说这一些 他们的那个周期 可能也是不是很清楚 有的一百多年 有的两三百年 那那个嘉义这边比较有名的断层 就是梅山断层 但是我们这次发生地震的 那个布袋还有那个 也就是翼竹这一带 它那个被陈几乎盖住了 所以有断层我们也不知道 它是叫什么名字 就是等于是它是藏在地表底下 但是那个是独立的 它是在那个十分钟内 连续发生四起 规模最大的是四点一 后面有三个三点几的地震 但是这几个地震是活动乱层的活动 跟那个板块边界的地震 完全是没有关联的 是 所以教授您认为说 像这一次这个花莲 这么大的地震 这个余震未来 大概还会持续多长的时间 我们不要太乐观 我们只有讲余震的话 有点太乐观 因为那个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是前三月零九 就是三零九的时候 三月九号的时候 有一个规模七点三的地震 那你知道规模七以上的地震 在全世界一年平均是十八个 所以当时那个大家都说 这个是主震 可是那个现在地震专家 都没有戴眼镜 因为所有的那个眼镜都跌破了 那个它那两天后 发生一个九点零的 所以大家都全部都吓一跳 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七点二的 会不会是那个八点零的前震 那个我个人的观察 因为我当了二十年的那个主任 我发现就是说 你比如碰到一个六点几 很大的地震 然后你就通常说 这个就是主震 就表示说后面的余震 不会比主震大 但是这是错误的 大概有百分之五的机会 是不高啦 但是大概就是二十分之一 是会有更大的地震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地震 就是2022 大家记得吗 就是9月17 9月17的时候有个6.6 大家说这很大 这是主震没有问题 那918的时候就来个6.8的 那就更大 我想那个才两年前 大家都还记得 那个后面就变得更大 那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前 我们碰到这种更大的地震的处理方式 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新的地震序列 你明明两个地震 一个在池上 一个在关山 明明就很近 然后后面的余震 那后面的余震到底是算这个序列 还是算那个序列 根本就是搞得头昏脑脏 所以日本后来全世界的专家说 那没问题 前面的那个7.3是前震 那我们以后都可以抬头挺胸说 那个有前震是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后面会有更大的地震的机会 是只有5% 所以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 就是说那个5%几率还也是不是很高 而且你就是说东日本大地震是两天 那我们那个2022的是一天 那你这两天过了 没有就大概就没有了 是所以其实接下来最关键的观察期 可能就是明天或是后天 就是这一两天的时候 不排除就像教授讲的 可能有5%的机会 有可能会再有更大的地震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地震 有可能是所谓的前震的状况 不过就像主任讲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这个防灾准备做好这个必要的时候 还是好好的保护自己比较重要 好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主任 今天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谢谢主任 好 谢谢 今天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我